这个视频我来给你讲讲代定系数法 先来看到题 以至2x4次方加x立方加x方加mx加n 等于x方加1乘2x次方加px加q 求mn 这题要求式子中的字母 那既然左右两边式子相等 咱就先把右边乘积的式子展开看看 打开括号 x次方和后面括号里每个相乘 就是2x4次方加px立方加qx方 而1和后面每个相乘 就是2x次方加px加q 中间两x方向合并一下 结果就是它 那它和原式左边横的 比较一下每项对应的系数 把1补上 就是p等于1 q加2等于1 p等于m和q等于n 那m就等于p等于1 而q加2是1 q就是负1 那n就等于q等于负1了 OK 好题目做完 那啥是代定系数法呢 其实这题从一开始就是代定系数法 那就是先把音式中的位置系数 用字母射出来 然后算出成绩 比较两式同类相对应的系数 利用它们对应相等 就得到了代定系数的方程组 从而解除系数 这个题题目已经帮你写出来了 代定的系数就是p和q 那接下来 咱来看一个没直接给你写出来的题 以至 x的四次方 减x的一方 加mx的方 加3x加5 能分解出音式x的方 加px加1 求m 这个题给了一个音式 咱需要先把剩下的音式 用代定系数法设出来 因为原式是四次的 已经给了音式是二次的 那剩下的音式就也是个二次式 所以可以设原式能分解成 x的方 加px加1 乘ax的方 加bx加c 接下来 在打开括号计算之前 相信机制的你已经看出来了 由于第一项是x的四次方 只能由x的方和ax的方 相乘得到 那a就只能是1 同理 常数项5 只能由1和c相乘得到 那c就是5 因此代定的系数 其实就只剩下b这一个 咱可以直接计算x的方 加px加1 乘x的方 加bx加5 打开括号 过程也没啥好看的 就是这么老长的一坨 和原式比较一下 系数对应相等 那p加b就等于-1 pb加6等于m 5p加b就等于3 接下来 把pb求出来 代入就能算出m了 那咱们把这俩式子放一起 这就是个关于p和b的 二元一四方程组 算一下 p就等于1 b等于-2 那m就等于pb加6 就是-2加6等于4 搞定 好 题目做完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给你讲了 代定系数法 就是先把一式中的 未知系数用字母设出来 然后算出成绩 比较两式同样 变向对应的系数 利用它们对应相等 就得到了代定系数的方程组 从而解除系数 好 内容都讲完了 赶紧刷题去吧